這是在大陸嗎? 台灣啊!會怎麼的?會怎麼的? 大英國團結在台灣!歡迎大家!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現在網路上一堆舔共台灣人跟小粉紅破訪了 連抗歐美日韓等等國家大力捐助幫助我們台灣 極了在B站上還有抖音上瘋狂造謠 什麼日本跟美國根本就沒有要幫我們啊 是我們台灣屎皮賴人要人家幫 人家還拒絕我們 我們連當狗的資格都沒有 對吧?像這個台灣媒體說什麼 歐美日韓幫助我們是我們自己在造謠 人家根本就沒有幫我們 帶大家來看一些影片 台灣人尤其是台灣當局民進黨給臉不要臉 為什麼這麼說?當台灣花蓮地震之後呢 中國本著一水之隔兩岸一家親的人道主義精神 第一時間宣布將被台灣同胞提供物資援助和救援援助 台灣民進黨當局一口回絕 但是他們希望美國和日本派出救援隊 向他們提供物資 美國政府當場予以拒絕 因為美國現在是巴爾廷波大橋還沒有修著落 還要給烏克蘭提供援助對不對? 捉襟見蟲沒有時間關心台灣這幫走狗 因為在美國的眼裡台灣就是連狗都不如的人 日本也是內憂外患對不對? 你台灣民進黨有多不要臉? 中國人給他提供援助不要對不對? 非要死氣白賴的讓美日提供援助人家不理他 好啦說真的 其實也不用你們中共給物資跟救援啦 你自己在講這段話的時候都心照不宣了 摸頭髮就是在掩飾一些什麼 根據心理學啊 大部分人在說謊的時候都會有一些下意識的動作 不管是摸臉 摸眼睛 摸鼻子 摸嘴巴 摸頭 重複這個動作多次 基本上說謊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或是眼神飄散 不好意思啊 台灣的救援跟美日的救援啊 在地震上絕對是比你加中共國還細心更多的 所以不用講這麼多屁話 你先好好處理一下溫州中學這次地震 校方跟老師沒有帶領學生們組織有效的疏散措施 而老師自己先逃命領導 先走 造成學生們驚慌失措互相踩踏 中國政府秉持著人道主義 你的軍機跟軍艦先撤離啦 不要天天繞台啦 你再跟我說人道主義啦 當年SARS的時候 你們中國官員大言不慘的跟我們台灣媒體說 誰管你們台灣人啊 嘿 所以這是在台獨嗎 大家喜歡人你們不要嗎? 早就敢拒絕啦 誰能義嗎? 基於人道主義的中國政府怎麼在SARS當年講這種幹話呢? 嗯? 胖虎跟這個哆啦A夢說 我要幫助大雄啊 戰哨港 防範小偷 大家會請哆啦A夢幫忙呢? 還是會請胖虎來幫忙呢? 嗯? 到時候被偷的可能是你家 因為胖虎死好死壞 對吧? 一下摸你的頭 一下打你一頓 然後一下要把你的銅鑼燒 把你家的這個錢 冰棒全部搶走 對啊 為什麼我要邀請這樣的一個不受控的政府 然後來幫我國呢? 再來啊我們政府單位並沒有主動開記者會 要求希望日美幫助台灣捐款 甚至派這個救援隊 而是地震第一時間 日本網友跟企業還有藝人啊 甚至日本政府主動說要捐款給我們台灣 而日本總計目前已經破譯捐款了 所以你真的不要給笑死人 原來這些都是我們自己幻想的 這些日本藝人都是我們台灣人逼迫讓他捐的 對吧? 而且非常多國家都說要提供一些 這個救援隊來幫忙 是我們覺得沒這個必要 畢竟跟日本的三藥要比起來 還有這個汶川地震比起來 這次對台灣的傷害來說相對是小很多的 我們自己可以解決這件事情 如果這次規模太大呢? 那我們可能就會接受你們這些救援隊來台灣救助 對吧? 所以拜託啊有一點腦齁 而這次海外捐款幫助台灣最多的是什麼? 香港、日本、英美、澳洲啊 你不是說這些國家不鳥我們嗎? 你是羨慕、嫉妒、恨吧? 中國疫情之後 基本上中國發生的天災、人禍 已經相比十幾二十年前 海外國家非常少在捐助幫助你們了 所以你因此破防了是吧 按你說的 給錢就是爹、就是娘、就是要貴 那你還是要叫一聲台灣爸爸跟香港媽媽來聽 1998年中國長江水災 台灣捐款了7.2億 98年的錢可是比現在購買力更強大的 要知道1998年的中國人均只有800多塊美金 全年農村跟城市加總在一起 平均可支配收入落在3792.5塊人民幣 也就是一個月扣掉最基本的生活開銷 你只剩下310塊人民幣的盈餘 所以你說當時台灣捐7.2億給中國救災、抗災還少嗎? 更早之前的華東水災 香港捐了多少錢啊? 結果你們是怎麼回饋香港人的 國安法21條還是23條法? 好,再來汶川大地震 台灣捐了12.1億人民幣 香港則出了將近200多億港元 日本出了3300萬人民幣 英國出了1360萬人民幣 美國出了350萬人民幣 加拿大出了4億人民幣 澳洲出了6600萬人民幣 歐盟出了2200萬人民幣 還有其他國家 印度也出了3500萬人民幣 以上這些國家基本上都是被中共還有小粉紅痛罵 嫌棄至今的 中國政府啊 中國政府近幾年跟加拿大關係也是非常不好 日本就不用說了 對澳洲關係也不是特別的好 對吧? 印度我也不用說了 香港我也不用說了 台灣也不用說了 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看看中共的好朋友 在汶川大地震 北韓捐了70萬人民幣 巴基斯坦捐了700萬人民幣 俄國出了2800萬人民幣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捐款越多的 至今都是小粉紅痛罵的國家 對中國越差 搶走越多土地 捐款的數字 遠遠比其他國家少的 都是小粉紅愛戴的 先叫聲台灣爸爸跟香港爸爸來聽聽吧 台灣人有多壞 中國對中國大陸不允許提供一片口罩 對不對? 還號稱整天你媽還號稱說什麼樣 暗義家親 一家親自己的親人在受難 對不對? 一片口罩都不提供 中國人 對不對? 你怨暴得 對不對? 你台地震給你疾會物資 不要 台湾人你不是他逼啊 給臉不要臉 難怪你媽當 勞當初自豪敢來 對不對? 連狗都不如 我就說罵臥是臭狗屎 非xd 但是他還敢提口罩 你看ohl 捐款給你要被噴 對吧 你看台灣就是覺得我們中國是爸爸 所以他捐奈 給我們笑吶 教敬我們 對吧 台灣不捐款給我們 欸 你們一點人道主意都沒有 不是兩派英家親嗎 為什麼不給我 怎麽樣都是你要贏啊 就好像路上那個碰死的 捐點錢給我吧 捐一百塊給你 才一百塊你很窮啊 你是不是傻逼啊 怎麼才一百你不是很有錢嗎 喔你給不起是吧 不給你也要噴 給你也要噴 更何況當時台灣自己量能 都還沒提升 我還給你 有這種道理嗎 你一個月薪水兩千 你每個月會先捐一千八出來嗎 會嗎 你屁話不用講那麼多啦 台灣什麼時候跟你主動講兩岸一家親 說這個話的人 現在在你們中國記住物 台派什麼時候跟你說要兩岸一家親 一定要親人才能兩岸一家親是吧 我們剛剛歐美日韓也不是親人啊 那為什麼人家要幫我們 人家為什麼 在這些事故上跟我們表現得那麼親 為什麼 我們語言甚至還不通 為什麼 所以一定要這個 長相看起來一樣 血脈是要一樣的 講一樣的語言是比較親嗎 是這樣嗎 你們文革的時候 父母跟小孩還有老師 學生家長 互相是很親近的嗎 不用跟我講這些 為什麼日本發生事故的時候 歐美日韓台啊 也都是願意幫助他的 為什麼土耳其地震全世界 也都願意幫助為什麼 都是一家人嗎 是嗎 都是同一個國家是嗎 這個就是一個 在台灣混不下去的 Loser 死流氓啊 還說什麼 以德抱怨 你不要故意轉移焦點啊 不要說什麼 中國人以德抱怨 請你說中國政府 還有小粉紅 中國政府跟小粉紅什麼時候以德抱怨 抱什麼 天天反日反美還少嗎 日本無償這款給中國建設發展 台商加入 這個中國的製造就業環境 給這些機會 美國拉中國加入世貿 中國才有人均上開始的大翻轉 所以你用了什麼以德抱怨 而現在抖音上還有造假的影片說什麼 解放軍已經登台救援了 下面還一堆粉紅相信 真的很荒謬帶大家來看一下 你看下面粉紅就說什麼 大家都在搜台灣震後救援的最新消息 願所有軍人平安歸來 向我們的軍人致敬 向我們的解放軍致敬 我們的解放軍一定要平安歸來啊 我就問一下 誰到底才是經理池王 誰到底對這個世界才是認知不清的 OK台灣花點發生地震 結果交通秩序大亂 學生逃窜失控 居民集體上街逃窜的 通通發生在中國 我本來買的是10點半的火車 說要晚點兩個小時 就改遷了另外一趟11點多的火車 結果這趟火車也晚點了101分鐘 乘務員告訴我 因為地震原因 福建開往南昌方向的多趟列車 都出現延誤 延誤的時間不確定 由於大面積晚點 車站裡人挺多的 很多人排隊退票改遷 由於地震 鐵路部門正在進入排查 請你和朋友在地震賽 我是廈門站站長 受地震影響 今日開往香港 九龍方向的高30034列車 晚點 現在晚點時間未定 哇廈門地震啊 我們在樓上連下都下不去 電梯晃得厲害 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正央是發生在福建外海 不是花蓮外海 台灣花蓮打個噴嚏結果你中國掉腳牙 檢討一下你國家的這些混亂的秩序吧 小規模的地震你們就亂成這樣了 要是今天正央發生在福建浙江外海10公里20公里 看會發生什麼荒唐的事情 而最近清明節中國卻有許多學校不給學生放假 還關在學校上課或是在 或是讓他們在宿舍讀書 導致學生們集體抗議 說不給假我就自S 而社會方面啊 非常多人去悼念已故的中國前總理李克強 而中共在河南跟河斐安排了大量的警力 避免人群寄局來悼念李克強 許多鮮花店跟快遞都不允許接單了 不許你送花到任何可以象徵李克強悼念的地方 你中共連自己S的總理李克強 你還可以打壓至今 害怕人民集體悼念 進而可能引發四五運動或是八九六四 因為這兩個運動基本上都是臨近清明節前後 發起的悼念中共已故高層 吳曜邦跟周恩來對吧 所以你連這個都不准中國人民做 你好意思說什麼兩安一家親 你連自己的中共趙家人都會在批鬥了 哇那我怎麼還敢跟你親呢 跟你這麼親的人下場都這麼慘了 我還跟你親嗎 那還是遠離你好了 影片的最後啊 有許多捷克的官員公開表示 上個月準副總統蕭美琴到了捷克波蘭等國做交流 結果遭到中共外交護照的中國人 在布拉格一路跟蹤蕭美琴的車座到了飯店 途中遇到紅燈害怕這個跟蹤中斷 所以果斷闖了這個紅燈差點釀成車禍 警方後來把這名中國人攔下來檢查 結果發現是中共駐布拉格大使的五官 那這個中國官員還狡辯 我只是想要去附近吃個飯 所以因此闖了紅燈 而捷克政府正在考慮要把這個五官 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取消他的外交豁免權 讓他回中國去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的下集團 掰 我們不可以推薦 這就是貨品